2005年我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 因为我自己做了老板 做了有六年之久 我没法定义我的职位 所以对我的个人求职 还是比较迷茫的 我希望如果有合适机会的话 还是能进入新的领域 我也很高兴 徐仲 30岁 内蒙古科技大学英语专业 本科 各位老板 建家老师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徐凤 来自于美丽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我是82年生人 2004年毕业于内蒙古科技大学英文专业 来北京工作已经近八年的时间 已经结婚生子的我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寻找一份市场推广 或销售管理的工作 并希望得到杜奎老师的点评 谢谢大家 接婚生子了都 孩子多大了 就是你刚才看到的那个 我刚才在台下看到的那个就是 对 五个东西 让大家看一下 他们家宝宝特别可爱 来宝宝呢 他们家宝宝特别可爱 没事 让拜拜抱抱啊 我抱孩子还可以吧 可以非常专业 开玩笑 我是一个很职业的男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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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多长 哎呀 哎呀 不哭了 不哭了 哎呀 啊 啊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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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孩儿吧 女孩 女孩儿 刚才那是爸爸 徐凤 孩子五个月 那上一份工作是 因为孩子的原因离开的吗 有一部分原因 因为上一个工作 其实也是我自己创立的一个公司 自己创立的公司 面向的对象是中小学生 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学科培训 但是我们只做英语 只做英语 这个做了几年 从09年5月份注册的 我一直做到了2011年的9月份 11年9月份 那09年 11年两年嘛 对吧 也做得挺好吗 一般吧 不能说很好 就是说 这个公司养活我是没有问题的 能挣多少一个月 你那会年收入能到多少 大概十二万左右吧 十二万左右 来这样 涉及到这个培训 这有专业人士 你来问专业问题 做这两年的 我想问一下 你那个办的那个辅导班 什么性质 小班大班啊 我一开始是想做小班的 就是八到十人内的 后来呢 但是觉得小班招生 对我来说小班招生都有困难 你很难把班组成对吧 对对对 后来我只做一对一 或者一对二了 能不能这么理解 因为这个小嘛 可能都身兼多职 是这样的 对对对 可能你自己就兼了财务了 是这样的 财务 人力 行政 所以其实得了很多充分的锻炼 对但是我觉得我的可能 我做的工作缺少一个划分 就是我哪个都不会说特别专 那你做这个培训班的话 你自己之前有没有在正规的 这个教育培训机构里去工作过 没有 全是自己悟出来的 对 好 给评价一下 其实自己悟出来的 走这种我们叫野路的作坊式的 它是没有价格体系 产品体系 管理体系的 纯靠它个人的这种 因为是自己投的钱 自己的在意造成的这个结果 十二万还可以 在做的过程当中 咱们也得去推广 也得去宣传 你用过什么 因为大家这里面有很多网络公司 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 你怎么推广 你怎么宣传 你怎么推广的当时 我用过五八同城 谢谢 然后 继续用 别着急 别着急 说实话 不要因为姚静波 今天再就不说实话 对五八同城的感觉怎么样适用 其实说实话姚总 我感觉挺一般的 而且我只做了 好 好 继续 我当时也只做了很短的几期 我已经忘记了我做那个产品 叫什么 纸机的钱 应该是三千六 然后当时我觉得用这个三千六 可能做百度效果会更好一些 所以第二个月我就没有接着做 你用它做的是什么 是招片还是招生啊 招生 招生 后来为什么不做了 在二零一年的时候 五月份我发现了自己怀孕了 然后自己反应 也是就是因为身体原因吧 有一些反应 然后在九月份的时候 我就回老家了 回老家静养了 然后就静静等着我的小宝宝出生 生完孩子之后 又休整了几个月 才重出江湖 是 现在是想重新出来了 那你重出江湖 你那个 就不打算自己干了 其实就像刚才陈老板说的这样 就是我什么都做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什么都不专 就如果 就包括我在报 这个 报菲尼莫出名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爱好和特长 当时我特长就没有写 因为我不知道我的特长是什么 但这次来选择这个市场和销售这个职位 我是想 一个公司的核心应该是市场和销售 那么我这两块应该是做的最多的 所以我选了这两个 你是更想做市场 还是更想做销售 其实我觉得 可能销售做的更好吧 因为我市场 都是按照常规模式去推广的 那你有没有目标的行业 目标的企业 目标的岗位 我是没有 当然我觉得如果进培训行业 我可能会驾轻就熟一些 但我想考虑其他的行业 为什么 稍等稍等 你这个转折太突然了 进培训行业 驾轻就熟 规矩才五个月 为什么不索性选一个 可能驾轻就熟就可以进入的职业 行业 可能是好奇心作祟吧 那个徐宝 其实 陈浩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不是在做的过程中 就做这个英语培训的时候 你的很多学生 招来的学生是通过你的服务讲课好 人家介绍过来的 是 有一部分是这样的 其实你是因为 自己做市场营销很难 很艰难 就无法把它做大 所以你想接触这个市场营销 对吧 是这个初衷吗 可能我自己也觉得资源比较有限吧 我也想去一些大的企业尝试一下 我提醒一个严重一点 就这个姑娘 就打眼一看 这是以我做上家公司这么多年的感觉 她做婚恋顾问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人选 知性 母性 思路非常清晰 一句废话都没有 另外你有没有 心里到婚恋网站做销售 对婚恋网站有兴趣吗 百合网 我会考虑 只是第一轮 第一印象 然后先做出一个判断 你们觉得 徐凤是去是留 选择 这个离开 这样离开 两位离开 十位留下来 贴身我有财 听杜老师给个提示 我想徐凤 你可能自己也会有感觉 场上这么多boss 包括少刚老师 其实都特别希望 你有一个稳定的功夫 对吧 因为特别看到你可爱的宝宝 但是你自己好像很不安分 你总想试一些不同的东西 所以这点上也确实还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困扰 不知道这背后到底是为什么 好 就是徐凤是这个意思 咱们不能拿好奇这两个字 来代替一切 对吧 是什么使得你 这也好奇一下 那也好奇一下 那也好奇一下 这是一个很 有的时候 好奇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我说的是有的时候 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对 因为如果是个小学生 我们马上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对于你到这个年龄 这个阶段 你总是用好奇来做一个判断和选择 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对 老板反而会有些担心 那个我能不能借一问 那个其实我是觉得女性创业 她是应该都是有一个比较坚强的个性的 她不太容易轻易放弃 虽然你说到因为怀小孩了 其实我也是创业两年之后怀生小孩的 那么你为什么放弃了呢 真正放弃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哪一点没有突破 因为每一个人进入一个行业 都是从不懂到懂 它是一个摸手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 当时我是觉得可能宝宝会更重要一些吧 我就选择了回家 好 这是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别着急 第二个问题 仍然绕不开 为什么老想尝试以前没尝试过的 为什么仍然坚持好奇 回应一下 我觉得之前虽然我自己创立了公司 但是我自己认为我的职业经验还是属于 不属于一个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这个职业划分并不是很规范 我没有一个特长 所以如果我现在进入一个新的企业 我不认为 我现在已经被钉死到一个模块上了 明白了 我觉得这样 做一个rope play 一个角色扮演 因为做小培训公司 如果我是家长的话 会质疑你的规模 这是一定的 越小钱越不好赚 今天由绍刚扮演一个 就是孩子的家长 正好绍刚的确小孩也该到了辅导的年龄了 他会质疑你的这个规模 这是肯定的 我看看你来怎么说服绍刚这样难缠的客户 来购买你的产品 直接 直接 你们公司那么小 我知道有好多大的 你们和那个有什么相比有什么 是便宜吗 我们价格上肯定是要 也不便宜啊 价格上肯定是有优惠 你们有对比过 很少 您是觉得我们这个公司 主要问题还是觉得我们公司小 我觉得小了 你们老师也不多 我的选择就不多 但是您可以先试一下 我们不是说一定要您到我们这来学习 但是您可以先体验一下我们的老师 我们是先会给您安排一个测试 然后有一个半小时的试讲 如果您都觉得不合适 您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种选择就是换老师给您试讲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您可以去选择其他机构 就是我还可以换一次老师再试讲 可以的 一个人讲吗 不是 就给我儿子一个人讲 对 一对一的啊 对 在半小时之内的 都是免费的 这个能系 非常好 不错 他特别是学习 这个能系 其实呢 在他在rope play的过程中 曾华一直在跟我沟通 他说他没有说讲师的试字能力有多强 实际上他用的方法是特别强的 在影响力专门说过 这叫赠语的效应 你知道我刚才他用了一个二则一法则 结果最后那二则一没成立 他说你有两个选择 哎 不错 当家长可能有问题的时候 你给他另外的选择 这是好的 他是给我两个选择 但那其中一个选择是让你出去 这不挺好吗 那不挺好的吗 人生面对现实 现在很实在 因为既然是二则一 完全可以在自己的逻辑里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陈浩说的我不赞同在什么地方 我也不赞同 客户的防备心理非常强 对 你必须得跟他说清楚 比如说以前我做的时候 也会跟人说 你先用一下 用不好 咱不断生意 交个朋友 对 不好一半都拦你 你先用一下 结果用下来的负担率 能达到60% 比你直接去谈 生科科学的比例要多一倍 这首先啊 刚才你们应该知道 他为什么停止这个 有很大一个因素 是因为营销难 但是我 他的客户上单 从销售上是很好的 好好好 不点名 因为他如果不指出来 不 他是家长 人家可能很接受 你听我讲 在这个行业里 很多销售做这种方式 叫什么 叫欲擒故纵 我扮一个好人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对比 我很好 经得起考察 其实往往这样 真的就被送走了 不是 因为你没有表现出 图个的自信 因为他 因为他给了你二选一 而且他给的最后 那个选择 其实你心里面是有的 二则一法则的 二则一法则的 关键逻辑是 在两个选择里 一定都是你想要的 你们俩 并不是客户 你们俩 你们俩 我们在呢 对 我们在呢 主要不是你俩找工作吧 是我们找工作吧 不是 我想做一个相对专业的点评 但是 别老说自己专业 我觉得人家挺好的 你不说 来 那个试讲这个事呢 我是觉得呢 包括你试讲不成 再换一个 这是需要成本的 所以你有没有算过 比如你试讲之后 他签单的这个 转化率有多少 最少要在一半吧 就是大家都愿 50 对 那很高了 少刚 很高了 其实刚才 我这个二选一 我还没有说完 如果您真的选择走了的话 我会给您一张价目单 我说您对比过之后 您可以再给我打电话 如果有什么问题 我们随时欢迎您 这个就是把别人的业务 给搞砸了先 对 好的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的英文很好吗 所以我想说 比如说像在我们连锁业 我们是带客人去意大利 买家具 这种VIP的客户服务 你有没有兴趣 带客人去欧洲买家具 因为你的英文可以用上 同时也是在做销售 也是在做一种营销 我想问你有兴趣吗 我有兴趣 家具行业 你也不熟 你有气 你有挑战自我 但是呢 他毕竟是过来人的 他结婚了 他知道家应该是什么样 是怎么温馨 其实我还更愿意找 这样已经结婚的 有孩子的 你这么说到还对 就是有家的感觉了 是 好的 来 现在到了 十位做出选择的时候了 徐凤士去世流 选 好 走了一半 还有六家流下来 听一下职位 然后我们给的这个职位 就是商务的销售 然后商务的开发 更多的其实 就是对应的这些企业客户 比如说奔驰 红牛等等这些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好的 来自国家音乐产业基地 彩虎 爱乐虎 我们这个岗位呢 是商业运营的专员 他接触的呢 都是这些企业型客户 比如说教育培训机构啊 那么你对这个行业的理解 和对于这些行这个客户的理解 会帮助你 来 咖啡之一 经济地区的行政经理 我觉得你有很好的沟通能力 而且办事看起来很稳妥 储备 对 这个很有亲和力 但是又特别有韧性 然后你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然后还有一个可爱的丈夫 所以我觉得你的自己的婚姻 解决的非常好 所以这些所有的条件 都证明你非常适合到百合网 做我们的红娘业务的销售 好的 来伊林诺依 小燕 对那个徐小姐 她就是特别有亲和力 而且她很有耐心 因为VIP高端客户 你一定要有耐心 有服务意识 所以我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VIP客户项目经理 VIP客户的项目经理 高级招商经理 因为这样的话 你能更好的 全国加盟中心的 高级招商经理 对 这样你能更好的诠释 教育类的产品 思考一下 走上前去 徐凤 把其中的四盏灯关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再见 尹峰 很喜欢 再见 沐妍 很适合这个歌 现在两家 伊丽诺伊 优胜教育 谈前不上感情 最后是要带她 我们就是五千的底薪 加百分之一的提成 陈总 我的底薪也是五千 然后这个也有提成绩效 需要做班吗 需要 好 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马上就要做选择了 我给你个提议好不好 不是关于工作的 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因为我特别喜欢 宝宝 对 所以咱们干脆这样 在你选择之前 把你老公和宝宝弄上来 好吧 因为你知道 今天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宝宝 见证她妈妈 上电视找工作 第一次嘛 对不对 虽然她以后没记忆 然后咱们看着这个摄像机 拍一幅画面 然后咔 我们把它做成照片 给你 然后以后你就告诉宝宝 说你看 我带着你 上电视 找工作 好不好 好 没问题吧 没有 不涉及到宝宝的隐私权吧 不涉及 不涉及 来来来 不不不 你们一家幸福的餐口 我给你排一下位置 你到这 你到这来 你得挨着宝宝 你们挨着宝宝 然后我马上躲开 领着宝宝往那看 那块的一个摄像机 往那一看 我一二三 你们同时摆出一个幸福的表情 然后我们咔 把这个 别哭 来来来 我躲开 往那个前面 前面前面前面 一二三 好好好 我们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照片送给你们 好吗 谢谢 作为咱们宝宝妈妈 第一次宝宝陪着妈妈找工作的一个瞬间 好不好 行了 你可以消失了 好不好 谢谢 再见 15秒钟的思考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伊利诺伊 还是优胜教育 还是选择跟二位说 谢谢你们 再见 很感谢 很感谢二位老板的上师 但是还是谢谢 有点意外啊 曲宝 为什么 觉得还挺好的 可能还是不是我自己想要的吧 你想要的是 首先心水上我不是很满意 第二就是可能史老板那边因为有可能要出去 所以就说觉得自己的现状和这个职位之间还是有距离 其实我还是挺感兴趣的 好 不管怎么样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有更多人发现你 也许这样能够帮助你找到工作 更重要的好好养孩子 谢谢 谢谢张老师 好吧 谢谢各位老板 谢谢杜老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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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claw 都 complain 都 短 没 对 老师